大家好,我是罗盛 今天马上补充一个视频 对昨天的视频进行补充 我昨天录了一个视频 是Vegas短线实战案例的解说 但是我准备了四个案例 漏掉了一个 我想了一下 这个漏掉的是非常关键的 我原本是计划在后面 积累更多实战以后一并解说 但想了一下 非常关键 如果说漏掉这个案例的话 可能就会对我讲这个周期有所误解 那么我想了一下 还是尽快的补充出来 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比特币 讲过了ETC和黄金的三个代表型交易 如果说你没看过的话 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视频比较长 30分钟 但是呢 是对我之前理论的一个实战化 一定要看一下 我准备了一笔Alice的交易 这笔交易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在8月10号早晨 刚刚起床的时候 刚打开电脑 然后呢 我的一个群友就发了一个消息 Alice可以买吗 然后我刚好也看了一下这个K线 我觉得这个K线非常好 非常好看 所以呢 我就决定交易 然后同时也是在群里面发了这个交易 看一下 当时我讲的价格是11.97 然后止损是10.89 只赢是13.72 我们在K线上找到这笔交易 我们是在这根阳线运行过程中试价入场的 然后我的入场价呢 跟标记的价格也差不多多少 差了0.04 几乎就是一个价钱 试价买入的话会有些偏差很正常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笔交易的逻辑 我们看一下总体轮廓 我们能看到什么 我们先把指标删掉 看一下我们当时入场的总体轮廓能够看到什么 首先一笔急速的上涨 一笔调整 一笔上涨 然后一笔复杂的向下倾斜的调整 我在视频经常提及 只要是向下倾斜通道 无论通道是成什么状态运行 大概率呢都是看涨的 都被称为牛骑 那么这里是进行了一个向下倾斜的通道调整 当然这个通道不是平行通道 我并不能够通过一个线 来给他描绘出一个平行的或者是怎样的一个通道 但是他总体轮廓是一个向下倾斜的一个通道 那么这样通道呢 我们都称为牛骑 后续大概率会上涨 这是总体轮廓的分析 上行趋势 调整牛骑 看涨 那这是一个交易的背景 我们分析交易背景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不去分析背景 只是分析均线的话 那么往往胜率不会很高 然后这是交易的背景 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刚才的均线 我们看到前面的推动是什么 前面的推动是非常靠近三小时级别的EMA55 那么这个位置呢就是推动周期 三小时级别的EMA55是 这一个反弹的推动 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看 这里一路调整 反弹都是没有力量的 一路调整 博弈 没有成功上涨 向下跌 刚好是跌到了三小时Vegas 然后做了短暂的横盘 然后前后的倍数呢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2.618倍的关系 踩住了三小时的EMA55 随后又到了三小时隧道 所以说呢 我们才会在这个周期接单 其实我在上个视频就讲过 2倍和2.618倍是没有明确界限的 我们看一下 目前是三小时隧道 那三小时的二分之一什么 就是90分钟 我们换到90分钟 然后再用我们之前的双倍来去解释 你会发现也是能够解释这笔行情的 这笔下跌回落调整 到了90分钟隧道做了反弹 但是并没有明确的上涨 只是小幅反弹震荡 然后最终下跌 由于它是踩了90分钟隧道的支撑 所以向下就找双倍支撑 就是三小时隧道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位置接单 那么这个问题呢 也是我之前讲到的 不要只盯着均线 要在K线上做最基础的分析 把K线环境 K线形态 K线的状态分析清楚 我们才能够决定 要不要在这个均线上做 OK 刚才解释了均线角度的原因 然后我们再看裸K 把所有的指标全部删掉 我们看裸K 在裸K上我们提到了什么 我们上期视频讲过 所有的调整在短线上 都是空头趋势 大趋势是多头 短线空头 这样来描述也是没问题的 我常讲大趋势是多头 这笔是多头调整 并不算趋势 也是对的 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 好了 我们继续讲K线 我讲过 所有的熊旗都是看跌的 这里一笔熊旗反弹 下跌 中途有很多小的熊旗 都是下跌的 大熊旗 小熊旗不断下跌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发现了什么 这笔熊旗并没有延续新低 而是继续上涨 出现了空头力量的衰竭 大的背景还是多头 但是小级别空头力量已经衰竭了 所以大概率会延续多头趋势 然后我为什么就拿一笔反弹就走了呢 我在上期视频也讲过 因为我们做短线和长线是不一样的 短线只拿固定盈亏比 如果说你去看新高的话 比如说从这里 我看到22 看到30 能不能看 可以 但是你从短线的立场来说 它可能一笔反弹 接近你的目标位 又往回走 回到你保本位 然后再去到你目标位 甚至说 它接近你的目标位 但是向下跌 然后再去到你目标位 能不能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做短线 我们只需要拿到固定的盈亏比 就可以走了 做短线不要考虑太远 要想清楚你做的什么线 那么我自己呢 合约上是做的短线 线货呢 根据行情 看一下要不要做长线 那么我过去半年呢 也是以长线为主的 但是目前来讲 很可能后续会以短线为主 OK 那这个呢 就是我这个案例的解说 那么这个案例 配合我前面的案例呢 就能够更好的理解 这套指标 配合裸K 到底该怎么样去使用 怎么样入场和止损 OK 那么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说还要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看到的话呢 就会第一时间回复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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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